他是一个特别自私的急诊科医生 交班时间还没到 他就提前离开了医院 可出租车刚走没两分钟 值班护士就打来电话 急诊科收了一位交通意外的病人 因为急诊时间在八点之前 所以需要他去做手术 医生这么着急下班 本来是要给许久未见的女儿过生日 可偏偏他今天运气不好 只能让司机师傅把他再送回去 可这手术一旦做起来 不知不觉几个小时就过去了 他甚至没给病人做最后的缝合 就急匆匆的离开手术室准备回家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医院的这扇大门 他再也踏不出去了 眼看就要走出大门时 身后却有人叫住了他 原来是他刚才走得着急 送给女儿的生日礼物 忘在了出租车上 好心的司机又给他送了回来 他拿着东西就要走 却看到卷帘门正在缓缓下降 门口多了很多警察 医生预感到了不对劲 转身就准备从大门离开 但大门同样也被封了 新闻里正播放着紧急广播 他所在的这家北台联合医院 一次集体感染了非典 现已全面封锁 与此同时 医院里已经乱了套 病人家属全都围在护士站 问怎么回事 可医护人员们也没接到通知 他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夏医生来到院长室 想问问怎么回事 可屋里已经围了一大群人 正在激烈的讨论着 看样子情况很严重 他也没敢多问 但这个时候 他心里想的还是要想办法离开医院 给女儿去过生日 于是他悄悄来到储藏间 想找找有没有后门 然而后门没找到 却遇到了一位他的病人 这个男人是个记者 几天前因为胸痛住的院 可检查了一遍后 啥问题没有 但他就是赖着不办出院 还整天拿着个地位瞎拍 夏医生把男人叫到一间房间 问他是不是早就知道要封院 病早一点 而他这么做 就只是为了一个独家报道 男人还劝说夏医生 帮他找出医院里 到底是谁感染了非典 到时候 他们这些没事的人 就可以出去了 听到出去两个字 夏医生心动了 当天晚上 他假装补病例 带着记者来到了档案室 用电脑查出了 最近十天死亡的人 接着一个一个 查看这些人的病例 发现其中一个人死因是肺炎 然而看完这个人的片子 夏医生傻了 这个人就是死于非典 夏医生还查出 这个人当时住的是双人病房 他的室友四天前 已经转入了ICU 夏医生火急火燎的 来到ICU 想看这个人的病例 但此时的ICU已经被封锁 因为有一名护士 发烧了 疫情突然爆发后 医院才被封锁了一天 就有一部分医护人员挂起横幅抗疫 不想照顾非典病患 这是一部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 2003年4月24日中午12点 台湾省一家医院突然被紧急封锁 原因是院内疑似出现了集体非典感染 当时非典疫情在大陆刚刚蔓延 面对这个遥远又陌生的病毒 台湾这边只知道这个病毒传播性很强 会死人 但要如何应对 却完全不知道 以至于医院被封锁了整整一天后 医院领导才宣布 有症状的病人要隔离到B栋大楼 所有人佩戴口罩 医院里的空调也都被关停了 这样的应对方式让院内人心惶惶 而只有夏医生知道 A栋现在可能已经有人感染了 他把昨晚查到的消息告诉了学姐 还想让学姐帮忙 把他放在第一批撤离的名单里 身为主任的学姐听到这个消息很震惊 立刻就要去处理这个病人 并说名单的事他做不了主 还让他没事的话就去帮忙给B栋送餐 临走时 护士小和追上夏医生 问他为什么什么事都只想着自己 手术做到一半把病人丢在手术台上 现在又想提前撤离 其实小和不知道 虽然夏医生是有些自私 但至少也比那些藏起来抗疫的人强 面对这要命的疫情 每个人都会害怕 也许会有高尚的人选择无私奉献 但那些懦弱自私的人 才是人们的常态啊 但也正是因为这些人 才显得那些无私的人难能可贵 夏医生穿好防护后 推着餐车准备去送餐 那连接AB两栋楼的通道 仿佛就像通往地狱的走廊 阴森可怕 但他还是坚定的走了过去 来到B栋后夏医生傻了 这里和A栋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他看到了好几个护士 但都没人搭理他 于是他只好把餐车推到了里面 而进来后他就知道为啥没人搭理他了 因为有一部分医护罢工 剩下的人手根本不够使 很多人都是带病工作 连轴工作 救命都来不及 更别提吃饭了 夏医生看到一名护士摔倒了 但下一秒他又坚强的站起来 对着他说加油 看到这一幕 夏医生愣在了原地 我想这一刻他一定是被打动了 虽然面对苦难 大部分人都会选择自保 但总会有人迎难而上 回到B栋 夏医生给女儿打了个电话 他告诉女儿 因为医院里有很多病人 所以他还不能回去 等所有病人都康复后 他就可以回家了 他是一个责任心特别强的护士 疫情期间很多同事都罢工了 他却依然坚持在第一线 别人不愿意照顾的病人 他照顾 别人不愿意干的脏活累活 他也从无怨言 可就是这样一个无私的人 因为疫情还没爆发的时候 去隔离区支援了两天 同事们就联合起来 要让他去隔离 面对大家的冷嘲热讽 小何伤心的来到了B栋 这里的情况比A栋要严重的多 人手不够 病人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他刚到这里 就有一名死者被推走了 但即便是这样 小何依然没有选择罢工 而是坚持完成着自己的本职工作 要问他怕吗 其实他也怕 要不然他就不会每次进入隔离病房后 都拼命的洗自己 这天他正照顾着一位病人 结果病人一下吐到了他的身上 他坚持着给病人带好氧气罩 然后赶紧跑出去脱掉了防护服 他在这里亲眼看到了自己曾经的护士长 离开了人世 而他的女儿来医院找 他也被隔离在了这里 小姑娘一个人在医院里无依无靠 妈妈就这样永远离开了他 小何也不知道自己能坚持多久 他想给妈妈打个电话 但一直没人接 好在在A栋的女朋友一直鼓励他 他告诉他他们还有好多事要一起去做 一定要坚持下去 可没过一天他的体温就变成了38度 他一下子就从照顾别人的人 变成了被隔离的人 反观A栋这边 罢工的医护人员越来越多 他们挂起横幅表示愿意被隔离 但不愿意照顾非典病人 这天夏医生正在巡视病房 突然有病人自杀了 他冲上去和徒弟抢救了半个小时 两人都累瘫了 但人还是没救过来 年轻弃生的李医生气不过去找罢工的医护 但他们就躲在里面装听不见 死活不开门 这天下午主人通知夏医生 第一批撤离的人员名单出来了 里面有他 明天下午5点就可以离开了 可这个时候夏医生却犹豫了 也许他是被那些无私奉献的人影响了 也许他是怕现在回家把病毒传染给家人 他听到会议室正在讨论一位隔离在B栋的孕妇 这个病人需要做完抛妇产手术 紧接着进行胃传孔手术 B栋那边人手不够 可现在没人愿意去帮忙 于是夏医生走了进去 手术那天夏医生和记者查到了零号感染者 非常不幸 这个人就是他那天提前走 又被叫回来给做手术的病人 他赶紧去量了体温 37度9已经发烧了 此时抛妇产手术已经完成 广播正在让他赶快去接手 他坐在地上思考了很久 最终还是走进了手术室 而与此同时 正在隔离的小和 却看到对面病房的病人摔在了地上 他赶紧呼叫护士 但一直没人回应 此时病情已经很严重的小和 毅然决然地冲进了对面的病房 立刻展开抢救 另一边 夏医生也遇到了问题 手术明明已经做完了 但病人血压就是上不去 一名护士突然发现 手术台下一直在滴血 这可能是抛妇产手术留下来的问题 紧急联系抛妇产医生 但现在医生又过不来 只能远程指挥夏医生操作 另一边 小和已经抢救了20多分钟 可病人一直没有恢复 他自己也已经体力不支 但他从未想过放弃 又过了10多分钟 病人终于在他的坚持下 恢复了心跳 夏医生那边也完成了手术 让病人的血压恢复了正常 完事后 夏医生离开手术室 第一时间给女儿打了个电话 他说他很遗憾还不能回去 但他刚刚救了一个人 转过头 他看到了隔离区泪摊在地的小和 两人相视一笑 电影到此戛然而止 没有宏大叙事 没有刻意煽情 没有神与伟大 也没有共克艰难的团结 但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都真实痛苦地让人心战 这部电影的结尾似乎没有结局 但转念一想 就像这三年 也从来没有结局 即使好不容易被淘数光 但痛苦依然加深